Dr. Mom 育儿 好暖的太阳啊 小宝脸蛋怎么有小红点 冻的吧 快回家 快回家 哎呀宝贝 慢点吃 小脸蛋都吃成花了 不对吧 这啥 怎么腰长了这么多 不会是失枕吧 难缠的婴儿失枕 该怎么办 本节目要专注一万中国宝宝健康的三公仔 独家赞助播出 长这么一大片 小宝不会毁容吧 啥嘴 我叫Dr. Mom 少汉勿躁 先来跟我了解一下 失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吧 三公仔 健康小剧场 什么是失枕 婴儿失枕是一种小宝宝常见的过敏性皮肤炎症 又叫男选 有的宝宝在出生后的一至三个月就会出现失枕 半岁以后 失枕会慢慢减轻 一岁半后 大多数失枕都会自愈 宝宝 妈妈 不要太担心哦 宝宝失枕并不难治 就是经常反复出现 皮枕一般从宝宝的脸颊开始出现 然后会扩散到耳后 颈部 四肢 甚至头部 这些枕子干燥 发红 连成片状 脱屑 而且很痒 哎呀 这是不是满虫闹的呀 有可能的 满虫的确会引起失枕 除此之外 空气粉尘 植物花粉 动物皮毛 化学用品 人造纤维等 都可能会刺激皮肤而引起失枕 除了环境因素 如果爸爸妈妈小时候爱着失枕 也有可能会遗传给宝宝哦 那该怎么这样 哦 对了 得赶紧把加湿器关了 免得小宝更湿了 那你们就错了 哦 灵丹妙药 宝宝失枕 爸妈互里互居 一 失枕去湿不保湿 失枕会让宝宝的皮肤屏障出现问题 导致水分枝质挥发 所以干燥是失枕的头号天敌 爸妈还是要适当打开加湿器 而不是除湿哦 保湿 那就多洗洗澡呗 又错了 二 给宝宝过度洗澡 过度洗澡会让宝宝皮肤越洗越干 而且冬天水温太高 反倒会刺激宝宝的皮肤 加重病情 洗澡的水温不要超过36摄氏度 一天一次或两天一次即可 每次不要超过20分钟 Dr.Mo 我听人家说 给宝宝擦点奶水能去湿疹啊 三 擦母乳是失诊 不科普的偏方可不能乱用啊 母乳里没有抗过敏的成分 而且把母乳涂在宝宝的脸上 还可能滋生细菌加重失诊 那赶紧给小宝擦干净吧 四 失诊期间不能接种疫苗 小宝失诊老反复 我担心这会打疫苗会更严重啊 这样的几率非常小 除非是在非常严重的失诊急性期 才需要推迟接种 况且接种疫苗是宝宝的终身大事 不及时接种容易影响失大哟 好可怜的儿子 得了失诊还得打疫苗 快吃点好的吧 失诊要忌口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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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强行忌口 其实食物引起的失诊比较少见 过度计时特别是牛奶肉类 反倒会造成宝宝营养不良 除非凝确食物是过敏源 否则随便给宝宝寄口 也不可取哦 除此之外 轻度的失诊 爸妈可以给宝宝擦一些霜 乳类的保湿产品 哎呀 不过听说有的保湿产品 还有激素 好可怕 妈妈淡定 只有宝宝失诊较重的话 才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 使用含有激素的外用药的 一定要牢记哦 给宝宝经常晾晒被子 穿唇棉柔软的衣物 才能保护好宝宝的皮肤哦 另外 含有乳感菌的益生菌 能调理宝宝失诊 妈妈可以给小宝补掉哦 总之 只要爸妈悉心呵护 相信小宝很快就能好起来的 哎 又是一场持久战 要想宝宝失诊好得快 爸爸妈妈 快快记下这个秘密药方哦 我们是快乐三公仔 用心守护儿童健康 下期再见哦 嘿 宝贝 妈妈 每一秒 每一夜 妈妈的爱就是 要你好好的 爸爸 喵喵喵喵 喵喵喵喵 小小意外不要徘徊 超级超级超级可爱三公仔 总是那么靠谱又爱 百年历史 那是我们的基因 露拉拉露拉拉 我们就是三公仔 用心用爱 守护宝贝健康未来 就是三公仔